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晚上好呀 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晚上在淘菜菜上买的一些生鲜蔬菜 昨天晚上下单的 今天就可以在楼下的自己点提货了 好久没有吃家常菜了 今天高级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能买了哪些生鲜蔬菜吧 我买了三盒苏食的排骨 还有一盒鱼润的猪小排 这个是苏食的桶子锅 这两个是鱼润的桶子锅 还有我超喜欢的猪肝 喜欢吃猪肝的在哪里呀 还买了鸡蛋 有了鸡蛋必须得有西红柿啊 西红柿炒鸡蛋 这个是地道肠 还买了一个火山炙烤肠 淘菜菜上都是冷鲜的猪肉 我以前一直以为那种现鲨的热鲜肉会更好 但是我查了资料我才发现原来冷鲜肉才是最好的 因为热鲜肉就是鲜猪肉经过宰鲨放血和简单的处理之后就会上市 它处理的周期比较简单 保质期比较短 细菌比较容易繁殖 冷鲜肉的处理就会比较复杂了 它是在0-4度内无均的加工运输和销售 24小时到48小时的冷却排酸是比较安全的使用肉 当然它的肉质也是最好的 就比较的鲜嫩多汁 易咀嚼 汤青肉鲜 它保留了肉质绝大部分的营养成分能被人体充分的吸收 还有一种就是冷冻肉 就是在宰杀之后经预冷后 在零下18度的时候速冻 有害的物质就会被抑制 但冰晶会破坏猪肉的组织 导致营养物质大量的流失 肉质也会比较的干硬 香味也会比较的淡 就它不够鲜美 冷鲜肉和冷冻肉的口感差异是真的挺大的 像淘菜菜都是冷鲜肉 而且都是产地直贡 像有蔬食啊 单轮发 严血啊 羽润啊 都是这种大牌子的有保障的肉 关键是真的很便宜 性价比是很高的 真的可以冲一冲 大家直接点开淘宝搜索淘菜菜 或者在首页直接点淘菜菜 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在淘菜菜可以买到新鲜便宜 来自原产地的生鲜蔬菜 真的是很棒了 最后感谢淘菜菜 感谢姐妹们 话不多说了 我们赶紧干饭去吧 哈喽我回来了 这个是家常菜 烧了香细炒鸡蛋 炒猪肝和 那叫什么呢 素鸡烧排骨 耶 还有四个肠 这个我吃两个肠 剩下两个是老公的 嗯 还有一碗桶子骨汤 老公 把你肠拿走 好 两个炸的比较丑给你 我刚加班回来太饿了 我去关了下窗户 这样就不会有噪音了 我就会非常好 好吃 即便 修复 此事 这就是 BT 就是 这个是面筋 然后它先炸过 然后你再放到这个肉汤里面去卤的 所以它是吸满的汤汁 太美味了 这个是猪肝 饿郎进食 这个汤也特别的好喝 你们喜欢吃肉汤还是素汤啊 我可太饿了 我现在脑海中什么东西都没有 今天的菜都是我婆会烧的 嗯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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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特别喜欢吃猪肝 如果去外面吃面的话 我大多数都会点皮肚猪肝面 我挑了几块小的大的刘给老公吃了 我今天吃的我就是很想笑我的天哪 门口来人 好门口来人 为什么每次门口来人我都会这样呢 因为门口一来人他们两个就会很警惕 我就会等门口的人走了之后再开始说话 好吃的饭饭也 排骨真的好嫩啊 感谢陶菜菜有这么好的猪肉 感谢姐妹们让我吃上这么好的猪肉 但说实话这个猪肉真的很嫩 撸到中间我还点提一下 但是说实话真的是比较嫩 真的是喜欢 我看 好 滋涩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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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讲的时候你看 又被剪了 你们喜欢用空气炸锅炸还是油炸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油炸 毕竟我上辈子是一锅油 我就觉得油炸会更香一点 我就喜欢这种油滋滋的感觉 好好吃这个汤 就看着我介绍的两个汤都可以改 都可以买 都挺好吃 没有菜了 我去续个菜 今天全程我都没有在意什么对焦啊 拔拔拔拔的东西 我真的不好意思 先跟大家道个歉 磕一个 现在已经晚上10点钟 我真太饿 我现在一天什么都没有吃 我好久没有吃素鸡烧肉 怎么这么好吃 所以我要吃这个汤 好吃 快点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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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脖子 吃 吃 很美味 今天晚上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之一 刚吃到一个那个辣椒籽 应该是好辣 最后一个素鸡 你知道吗 那个素鸡放在嘴边它就爆汁 就是我嘴巴不 我嘴巴不必紧的话 汁水可能就会溅到你身上 好 这个辣椒其实挺辣 越吃越辣的那种辣椒 这个辣椒 军 这种辣椒 这种辣椒 太幸福了 太满足了 今天 这里面有冬瓜 烧桶子菇 我是有点吃饱了 这块肉就留给老公吃了 赏你一块肉好不好 吃不完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拜拜